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武则天墓为何千年以来无人敢盗 历史上皇帝的陵墓几乎都被盗墓贼光顾过 而唯有武则天的陵墓没有被盗 比如汉武帝的茂陵被搬空了 唐太宗的昭陵被扫荡了 为什么单单武则天的陵陵可以独善其身 如果问世界上哪个皇帝的陵墓最难挖 那么毫无疑问是武则天的陵陵 他的领墓被冷兵器时代的刀剑劈过 被热兵器时代的机枪大炮炸药轰过 1200多年之中 有名有姓的盗墓者就有17人之多 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动人数40万之多 千灵所在的梁山几乎被挖走了一半 这个出动40万人的就是皇朝 唐末农民起义军皇朝声势好大 曾经一度让朝廷难以招架 有人说过战争是财力的比平一点不错 皇朝入朝廷对抗 物资比较匮乏因缺少军资 他动用40万将士盗挖前陵 只挖出一条40余米深的大沟 也没有找到木道口 后因官军追缴皇朝 才不得不心心测兵 至今在梁山主峰西侧 仍有一条深沟被称为皇朝沟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 盗掘古墓成封 国民党将领 孙连中以保护前陵为皇子 率不下驻扎前陵 用真枪真炮演习的办法 掩护一个师的兵力 盗掘前陵 士兵们用炸药炸了许多地方 却没能找到木道口 后来当时兵们盲目挖掘时 忽然雷雨大作 数日不斜 军中一时传言四起 称武则天显灵了 云云到木不成 孙连仲匆匆率步离开了前陵 为什么武则天的陵墓没有被盗 究其原因 得从秦林的修建说起 唐高总病逝以后 武则天招令当时昭野文明的 大树士 袁天刚和李春风 要他们为皇上选址 风水保地 二人分别游遍九州 回来后 交职都说选在了郝志县 进千县的梁山上 武则天便派人去查看 到了梁山顶 袁天刚说 他在这里埋了一枚铜钱 李春风说 他在这里钉了一枚铁钉 抛开图 李春风的铁钉正好扎在 袁天刚所埋的铜方孔中 在场的人无补拍手称奇 于是 武则天便把陵墓选在了梁山 即现在的千陵 千陵位于陕西省千县城 北六公里的梁山上 距古城西安76公里 修建于公元684年 历经23年的时间 工程才基本完工 梁山是一座自然形成的石灰岩 的山峰 山峰 耸立 北峰最高海拔1047.3米 南二峰稍低 东西对质 但从风水来说 千陵就超过了唐朝所有的地龄 在1949年以后 西安当地的几个农民 在开垦土地时 无一种发现了千陵的木岛 于是专家对其进行了检测 发现基地保存完好 专家对千陵的大致构造进行了研究 发现它位于梁山的半山腰 一山为零 是在海拔1000多米的梁山半山腰 打洞开走的墓穴 山上都是坚硬的青石 到这种石头墓非常难 据勘察 从木口到木门长631米宽 3.9米共39层 全用石条填气 各层石条再用铁栓板固定 并灌注了铁质 这些情况与纹线所在一致 所以所有的石条构成了一个整体 形成了严密的保护 这样层层保护下的千陵 木岛口变得十分隐秘 以往的豆木人都没有真正找到它的入口 此外千陵规格 还是仿制唐渡长安城的硅脂营建的 陵木外围就有内外两重五米高的城墙 那就更加固若进堂了 总结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一是木口隐藏工作做得好 木建成以后外面恢复了原样 木口不容易被发现 第二个是木地选的位置特殊 以整个山体为依托 又做了很多的防护措施 非常难以展开 以上是本期的 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发布您的看法 大家一起讨论 欢迎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